三位,怎么不去自己追夺,难道还想从我手里抢? 抛了抛手中的火红光团,萧嫣笑咪咪道。 虽然对方有三人,而且实力都不弱,可萧嫣这边也是有勋儿做帮手,就算真打起来,对方也讨不到什么好果子吃。 白山瞥了一眼萧嫣手中的火红光团,淡淡笑道。 哼,萧嫣学弟说笑了,不过你先前也说了,这些东西都是靠的缘分,你能将它们抓住是你的本事。 不过你若是有运气把它从光团中取出来,那才是真正的得到手,不然的话我先前便是前车之剑。 我倒是很想看看萧嫣学弟究竟是否有这个运气。 温言萧嫣眉头微微一正,与勋儿对视一眼,右手紧握着火红光团,左手缓缓伸起,然后对着火红光团轻轻出去。 瞧得萧嫣的举动,白山等人心也是陡然提起,眼睛死死地盯着萧嫣的手掌。 满天光滑稽设,一道道光团不断从五人面前飞掠而过,不过此时众人都并没有心情拦截,而是将目光投射在萧嫣身上。 对于这些好东西,很多人都是抱着我得不到的话你也别想得到的心情。 因此,他们倒是很想幸灾乐祸地,见到萧嫣获取失败的郁闷样子。 手掌缓缓地贴上光团,一股炙热的感觉在掌心中扩散开了。 不过,这对于经常玩火的萧嫣来说,这点温度仅仅只是小菜一碟。 手掌逐渐探尽光团,片刻后终于是遇见了一点点阻塞的感觉。 萧嫣缓缓吐出一口气,牙齿一咬,手掌猛然往下一压。 火红光芒骤然大胜。 旋即萧嫣脸庞涌上一抹狂喜,手掌闪电般探尽光团中。 当即再度抽出来时,手掌上已经多出了一卷暗红色卷轴。 紧握着暗红色卷轴,萧嫣脸庞上兴奋难以掩饰,让声笑道。 看来我运气不错啊。 乔得萧嫣竟然获取成功,白衫脸色不由得难看一些,冷哼了一声。 将目光从萧嫣身上转移开去,开始寻找着自己的下手目标。 胡家宇五号也是满眼艳羡地望着萧嫣手中的暗红色卷轴。 掩扣后,也只得转头寻找自己的猎物。 萧嫣偏过头冲着萧嫣含笑道。 恭喜萧嫣哥哥了。 萧嫣笑了笑,手掌轻抚着暗红卷轴,片刻后却是忽然将卷轴对着萧嫣一抛,微笑道。 我拿着这功法没用,萧嫣若是喜欢,送给你吧。 这些年来,我还从未送过你这般贵重的东西。 这家伙还真是大方,那可是地阶功法呢。 虽然白山三人将大部分注意力放在寻找目标之上, 可萧嫣那将功法抛给薰儿的举动同样是被他们所瞧见。 特别是在听见萧嫣后面说的那句话后,都不由得一愣。 玄机面色有些古怪,地阶功法那可是无价之物。 这个家伙也太大方了点吧。 略有些错愕的结果卷轴, 薰儿却是摇了摇头柔声道。 萧嫣哥哥, 在选拔赛时,我关你战斗时斗气色泽以及雄魂程度。 想必现在,你所修炼的功法,也仅仅才全结吧。 嗯,算是是的。 那你还送我。 这卷功法明显也是火属性,正好适合你用的。 因为一些缘故,我并不能更换功法。 所以这除了送你之外,我没办点其他用途。 萧嫣贪了贪手, 焚绝之时,他并不能解释得太过清楚。 当下为了避免薰儿继续追问,只得脸一板道。 药就拿着,不要,就丢了。 好吧,正好现在我需要一卷过度的功法, 这东西正好合适。 对了,萧嫣哥哥想要什么东西? 让薰儿帮忙找找吧。 我需要一卷声波斗技。 不知道在这儿能否遇见。 声波斗技? 这种偏门斗技可是极为罕见的。 低级的倒是能找到一些。 不过想必那种等级, 萧嫣哥哥也看不上。 可高阶的又极难寻找。 只能碰碰运气了。 嗯。 萧嫣点了点头, 抬起头了。 望着那房间半空处密密麻麻的光团, 忍不住的有些头皮发麻。 这藏书阁里面收藏的宝贝竟然到了这般恐怖的数量。 若是这被黑脚鱼那些人知道的话, 恐怕都会疯狂起来。 难怪这藏书阁会隐藏的这般隐蔽, 而且还让两名实力恐怖的神秘灰袍人镇守。 在将那卷递接功法给了薰儿之后, 小妍再度闭上毛子, 依靠着灵魂感知力来探知那些能量光团。 而薰儿因为没有这般出色的灵魂感知力, 因此只能靠感觉来抓取。 不过这种获取几率实在是太低, 甚至在连抓了十几个光团后, 薰儿都未曾拿过所需要的东西。 而藏书阁中另外三人, 在付出了巨大努力之后, 都是得到了一些勉强能够满意, 并且能够顺利从光团中取出来的东西。 白山拿到手的是一件近乎透明的蚕丝甲。 这东西防御力惊人, 论起抗打击程度来说, 几乎超过在加玛帝国时, 云云曾给予硝烟那件能够抵御紫荆一狮王公鸡的内甲。 虎家到手的是一枚不知有何作用的紫色丹药。 至于吴浩嘛, 似乎是得到一卷斗计。 可在拿到那东西后, 他没有丝毫透露斗计是何等级, 因此除了他自己外, 硝烟等人也是不清楚, 他得到的那卷斗计有何作用。 儿子时距离进入藏书阁的一小时界限, 已经仅仅只剩下最后十分钟。 但是硝烟所期盼的声波斗计却迟迟未曾出现, 一道淡青倩影从半空中闪律而下。 硝烟抹了一把额头上的汗水, 对着硝烟扬扬手中的一团光芒, 呼啸道, 六阶魔兽魔盒, 这也是不可多得的好东西, 可惜不是我们所需要的。 硝烟微微点头, 随着时间流逝, 他灵魂感知力却是崩得越来越紧, 某一刻灵魂力量崩紧到极致的他, 心间猛的一颤, 布满整个房间的灵魂感知, 将一缕极为细小的空间振动传回他的脑子。 这股振动? 紧闭的眼眸猛然睁开, 硝烟身形犹如一颗炮弹般直冲半空, 手掌狠狠对着一团光芒抓取, 旋即稳稳落地。 见到硝烟举动, 勋儿急忙问道, 硝烟哥哥, 到手了吗? 硝烟缓缓摊开手中那团光芒, 目光透过光芒扫了扫, 先是点点头, 旋即又有些失望地叹了一口气。 的确是, 不过可惜啊, 仅仅只是一卷黄级高级的声波斗剑。 这与我预想的出路挺大呀。 这, 那怎么办? 要不继续等等? 时间不够了。 硝烟苦笑一声, 抬头望向房间一处, 却是刚好瞧得白山那幸在乐祸的目光, 摇了摇头却是懒得理会他对着勋儿道。 算了, 走吧。 这等级虽然低, 可也算凑合着用吧。 说完他便是转身对着来时的通道走去。 硝烟弟弟, 看来你才是运气最不好的那一个呢。 后面虎家三人也是因为时间缘故跟了上来, 白山乔得那郁闷的脸色忍不住心中舒畅。 骨头又痒了啊。 脚步忽然顿住, 硝烟偏头冷笑道。 脸色微微一变, 白山淡淡一笑, 不再说话, 心中却是阴森森的道。 现在你就给我嚣张吧, 等到了那一院, 有你好看。 乔得白山不敢再回话, 硝烟不懈地撇了撇嘴, 最后撇了一眼房间中那些喷吐速度 已经变得慢起来的能量罩, 心中叹了一口气转身欲走。 就在硝烟转身的刹那, 房间之中一处能量罩忽然间光芒大盛, 旋即竟然是在房间中 响起一阵尖锐的异样声响。 这股一声透过空间震荡传播而出, 让得硝烟等人精神略为有些恍惚。 恍惚仅仅是持续瞬间便是消失, 硝烟走动的脚步略然停滞, 旋即猛然转身, 神行速度展开到极致, 最后化为一道黑影, 爆射向房间的一处能量罩。 在硝烟有所动作时, 那能量罩中, 一股透明的能量团飙射而出, 而随着它的出现, 尖锐的声波几乎是成涟漪状般 在房间中扩散而出。 随着透明能量团的射出, 一股尖锐的声波化为十指连依, 以能量团为中心, 朝着四面八方扩散而出。 望着这突如其来的动静, 白山等人皆是一阵, 旋即快速明白了过来, 当下各自脸色不同的, 瞧得硝烟那化为黑影, 狂射而出的身形。 在房间那几人的注视下, 将速度施展到极限的硝烟, 几乎是在两个眨眼间, 便是出现在那股透明能量团面前, 手掌围曲犹如鹰爪一般, 闪电般地对着能量团抓去。 似是察觉到硝烟的举动, 那处本来是对着前方急射的能量团, 却是猛然一致, 旋即一晃, 竟然是对着后方躲避了开去。 感受到那股透明能量团紧乎条件反射般的闪地, 硝烟却是冷冷一笑, 袖袍一阵, 手臂在此刻犹如忽然间延伸的一节般, 手爪一捞, 便是将那透明光团紧紧地抓在掌心中。 东西到手, 硝烟身形没有丝毫迟疑, 闪电般地后退, 而也正是此时, 那房间之中的能量罩, 却是猛然爆发出巨大的吸力。 在这股吸力吸引下, 那盘旋在房间之中的漫天光滑, 却是源源不断被吸扯回了能量罩。 一时间只见得漫天光滑穿梭, 无数星前被能量罩吐出来的光团, 除了熏而白闪等人手中已经破除能量罩的物品, 此时却是再度被能量罩给尽数吞了回去。 感受着那股从能量罩中传出的吸力, 硝烟知道, 这是时间即将到达的缘故。 手掌紧紧地抓着手中不断震动着想要逃出去的透明光团, 这东西也是受到吸力牵沿, 开始想要挣脱硝烟的束缚。 瞧得硝烟那被吸扯得向前扬起的手掌, 熏而急忙提醒道, 硝烟哥哥, 快试试, 能不能取到里面的东西? 听得熏而的话, 硝烟这才回过身, 右掌紧握光团, 左手猛然插进。 砰的一声, 硝烟的手掌在几人注视中插进光团中, 瞬间之后, 一股巨力猛然涌出, 竟然是直接将硝烟反弹了出去。 而且这股反弹劲道之大, 足足让得硝烟退后了好几步, 方才将之抵消。 该死的, 竟然不行? 手掌被阻, 硝烟脸色顿时难看下了。 而此时, 那从能量照所释放而出的吸扯力也是越来越强, 整个房间中还在盘旋的光团已经寥寥可数。 望着硝烟那被光团弹开的手掌, 白山脸旁上忍不住浮现一抹幸灾乐祸的冷笑。 一道青色影子闪略身旁, 硝烟绿手也是飞快地对着能量团探去。 硝烟哥哥, 抓紧了, 让我来试试。 瞧得硝烟与光团越加接近的距离, 硝烟的心也是陡然提起了。 若是硝烟也不行的话, 那么这道手的声波斗技恐怕就得长翅膀飞了。 而到时候, 他硝烟还真只能搭着先前那一卷黄街声波斗技, 凑合着用呢。 在房间中济然目光紧紧注视下, 硝烟的手猛然插进光团中, 瞬间后如同硝烟先前那种抗拒却并未出现。 硝烟脸颊浮现一抹喜悦, 手掌仅仅只是在光团中停留了一瞬, 便是迅速抽回。 而随着其手掌抽回, 一卷类似水晶般透明颜色的卷轴出现于众人视线中。 望着那被硝烟成功抽出来的卷轴, 硝烟那提起来的心这才彻底地放了下去, 脸庞上浮现一抹如是重负的笑容。 能,硝烟哥哥,给。 硝烟抹了一把光洁额头上的汗水, 他也很怕自己失败而导致硝烟失望。 不过还好, 预料中最糟的事情并没有出现。 他微微一笑将手中的透明卷轴递给硝烟, 接过卷轴, 硝烟游自有些心悸地道。 多亏了你啊。 说非有勋而在这儿, 恐怕今日他也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到手的东西再度被吞回去了。 舔了舔嘴, 硝烟将目光转移到手中卷轴上的字迹处, 显示一阵, 玄机略感满意地点点头。 师虎碎金银, 声波道景, 等级玄机高景, 师虎奇笑, 万寿臣服, 有碎金震魂之大为能。 将卷轴上的字迹看了一遍, 硝烟心中大感满意。 如今他最需要的便是这个级别的声波斗机, 低了看不上, 高了则是太难以修炼, 没有个长久时间怕是难以真正修炼出威力。 毕竟越高级的东西修炼起来难度也是成几何倍增高。 终于到手了。 长长地吐出一口气, 硝烟将先前获得那卷黄阶高级声波斗机随意地抛开了去。 而后者在离手之后便是被一团光芒所包裹, 最后射进能量罩中, 消失不见。 走吧。 将这卷玄阶高级的声波斗机收进纳剑, 硝烟对着薰儿挥了挥手, 玄机便是率先转身对着来时的通道兴趣。 在路过白山之时,脚步停了一下,冲着他淡笑道。 看来白山学长要失望了, 我所需要的东西到手了。 说完,他便是不再停留, 与薰儿转身,紧紧漆黑的通道之中。 瞧得萧炎那笑咪咪的神色, 白山冷横一声, 脸庞阴沉地跟了上去。 其后虎家与吴浩两人也是紧随其上。 随着五人离开, 这所巨大的房间周围, 那些犹如漩涡般的能量罩也是开始缓缓变小。 片刻后, 能量罩化为一个小点, 在一道细微的咔嚓声响中完全潇洒。 而此时, 整个巨大的房间便是变得空空荡荡起来。 任谁也想不到, 先前这里曾经被无数足以在外界掀起轰动的宝贝所充斥。